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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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我是杰克 那麼今天呢我們看到這個桌墊 我們又來看寶可夢的新蛋啦 那麼這一次的新蛋呢 是寶可夢珠1X 跟寶可夢子1X喔 終於來到了珠子的系列了 沒有錯喔 那封面圖呢就是兩大神獸 顧勒盾以及蜜勒盾喔 有玩過寶可夢本傳就知道 這一隻神獸呢 在遊戲的一剛開始 就會跟著你一起冒險囉 那麼本次呢也非常感謝紙牌屋的贊助播出 如果對卡牌有什麼疑問的話呢 也可以到紙牌屋去詢問喔 這兩盒的話我就先來開珠好了 因為珠版是傑克有玩的版本 我們就先從珠版開始吧 那麼這一次卡牌呢 他把HR卡拿掉了 變成意圖的 感覺香很多 因為HR卡片有時候 看那個卡片根本看不太出來 那張卡到底是什麼喔 這一次的包裝是 他是一個封條的 三十八我們就直接來開吧 那麼這一彈之後呢 低標的卡片已經不能使用了喔 像是我們非常偉大的疊爆軸阿 有一些有復刻還可以再使用啦 只是因為現在傑克大多數還是打線上版的比較多 那麼一共是三十包 我們就跟之前一樣五包五包一起開吧 終於看上面的字眼是豬跟子了 哈哈哈哈 之前還在見盾了 來吧來吧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吧 那麼第一張的話通常都是他們的商品調查問卷 披斬司令 艾斯屯 魂魂2 喔第一張就是AR卡耶 這一次的AR卡又放進一般的組合包裡面 然後是狗仔包 AR的狗仔包 那他其實原本他是食物喔 他是麵包的一種狗仔包 天心隊的手下 新的支援者 他是可以將對手的戰鬥寶可夢附加能量 然後放到排庫上方選擇一顆 蠻微妙的 永娟佑 然後拉魯拉斯 迷你服 紅蓮凱琪 然後這張紅蓮凱琪呢 他是可以在自己的回合不限次數的使用喔 將自己的備戰寶可夢身上的火能量 然後貼到戰鬥寶可夢身上喔 他是可以轉能量的 齊魯麗安 艾斯屯又一張 恰雷姆 天心隊手下 四球仙人掌 海地鼠 那麼這一次還有一張三地鼠是噴牌的 還蠻有趣的 隨風球 鋪斬將軍 這一次的新的寶可夢 找到這隻寶可夢在場上 自己的基礎寶可夢的招式 傷害會增加30點喔 增傷手段 只不過他是一個二階進化的 這是這張三海地鼠 他的這個絕海隧道喔 正面的次數乘以3 可以噴對方的牌庫喔 所以最多是可以噴9張 然後最少的話是0張 然後是吉尼亞 可以從自己的牌庫選擇兩張進化卡 然後加手 姆克爾 布良蛙 噗洛洛姆 在自己的回合 可以將一個能量丟掉 然後可以從牌庫抽到6張為止 是一個補牌的手段 還蠻不錯的 魔牙彩皮魚 混混2 海地鼠的A.R.卡 好可愛喔 第二張A.R.卡 海灘場地 巨刀小兵 利歐路 愛吃 博士的研究 這一次新的博士研究 是奧林博士的 那我記得也有南博士啦 應該是在紙版的擴充包裡面 飄飄球 黑眼2 炭小4 喔熊尾牙 這一次的EX卡片 會BlingBling的耶 這一次又是一個新的閃卡囉 太金化的閃卡 只是這一次的EX卡片 好像大多都是半圖的 除非是那種高版本才是全圖的喔 第一招炎盤崩裂 那是打40 將經濟長卡 將經濟長卡丟掉 然後 劇烈長牙打250 自己也會受到50點傷害 蠻微妙的一張 悖論總寶可夢 魔牙採皮魚 探小4 嘿 天心隊的手下全圖 我自己是覺得 他沒什麼作用 哇我們配率用完了耶 天心隊的手下 然後龍王2 穆克爾 奧利牛 喔巢穴球 沒錯這一次的巢穴球呢 他復刻了 如果你之前有在玩寶可夢卡牌 還是在日月的時候呢 日月的草穴球 可以拿出來用囉 他從自己的牌庫 選擇一張基礎寶可夢 直接放置在備戰區 然後重新牌庫 他並不是拿在手上 然後可以打出來喔 夏雷姆 母克鳥 狗仔包 黑眼2 大殿海燕 朋友手冊 吃吼爸 吃吼爸 吃吼爸他也可以組成一張 還蠻有趣的牌組喔 他可以造成自己七百堆的 米利龍的數量 一張乘50 最多可以打200點 血量又高達160的基礎寶可夢 其實非常的兇狠喔 岩石胸甲 可以減傷的 鯉魚王這個卡圖也好可愛喔 混混2 飄飄除 臭臭泥 潮汐球一張 暴鯉龍的EX 不過這張EX跟剛才的EX 看起來不太一樣耶 兩張給人的感覺差好多喔 然後左邊的暴鯉龍 他是太進化過後的 這應該是水太進化過後的暴鯉龍 他的技能呢攀鋪打100 然後暴君尾180 如果對手身上有傷害指數的話 是可以打到340 非常的高 可是能量需求也非常的高 暴鯉龍 齊魯麗安 撲龍龍 瑪莎娜 煤炭龜 岩石胸甲 摔角陰人 這張卡好像在日本是一張特典卡 他的效果呢有點像之前的蛇文熊 可以點對方一個傷害指數 這隻摔角陰人呢更猛 可以選擇對手兩隻的備戰寶可夢 然後各方一個傷害指數 非常的強大 沙奈朵EX 這張沙奈朵他不是太進化 但是他擁有了EX的稱號喔 那他的特性非常的強大 自己的回合可以不限次數 賦予在自己的超寶可夢身上 然後在那隻寶可夢身上呢 放置兩個傷害指數物喔 然後他有特別說喔 無法對會昏厥的寶可夢使用 最終那隻寶可夢會剩10滴而已喔 拉魯拉斯黑眼2 AAR卡 我們的第三張AAR卡 這黑眼2也太可愛了吧 他是埋在沙漠裡面耶 喔學習裝置這一次也有復刻 效果跟之前一模一樣 只不過上面的類別改了 變成寶可夢道具 這次好像有特別改寶可夢的類別就是了 孤勒盾EX 算是開到封面的神獸了啦 孤勒盾EX呢 在自己回合可以使用一次 若使用的話回合會結束 可以選擇兩顆基本動能量 然後貼在自己的基礎寶可夢身上 一個回貼動能量的方式喔 還蠻不錯的 只是就是使用之後會回合結束 那麼我們豬版呢 是開這個樣子 基本上EX卡片只能開4張 然後AR卡固定是3張喔 然後以及我們的SR卡是天心隊的手下 但抽到天心隊的手下沒有很好用啊 太可惜了 是有妹子在上面啦 實質上真的是不好用 那我們就來看紙版的卡包吧 那麼我其實比較期待紙開的如何喔 因為上一旦洛奇亞太強了 所以這一次官方BUFF了電屬性喔 滅熱盾就是電屬性的非常重要的寶可夢 我們就來看看吧 花葉地 毒電一 八部吐蕃 一隻蠻有趣的電屬性寶可夢喔 在自己回合呢 可以從自己的排庫拿一張基本的電能量卡 然後附比在這隻寶可夢身上 然後重啟排庫 然後可以打230 但是要把所有的電能量直接丟掉 高級球 這一次不同卡組的高級球欸 那高級球在之前就復刻過了 不多做介紹了 一對數 好可愛喔 那技能是二連級欸 只兩次硬幣 然後打30點 那一家屬是用屬數了嗎 隱夢魔人 帶魯比 三合一雌怪 然後牧羊犬 那牧羊犬呢 他有一招非常酷的掃牧 他可以增加自己的氣牌區的 超寶可夢卡片的數量 一張成10點喔 所以你假如有一大堆的超寶可夢的話呢 這個傷害就非常的可觀 原野水母 佛列托斯 桌台式 這是我們的學校啊 雙方在自己的回合呢 可以使用一次 值一次硬幣 可以從牌庫拿一張寶可夢卡 然後給對手看過之後加手 電氣發生器 可以看牌庫上方的五張 然後選擇兩張基本電能量卡 然後貼在自己的備戰寶可夢身上 如果運氣好的話呢 可以直接貼到兩張的基本電能量喔 比原豬豬博士的研究 我們開到另一個博士的研究 他是佛圖博士 是紙版的博士喔 就是這一張木宅狗 他的墓地遊玩 氣牌堆的超寶可夢數量 一張成10點 那就跟剛剛我們介紹的這張牧羊犬差不多 只是就是沒有基礎的80點以上 突突頭盔 被攻擊的時候要放兩個傷害指示物 阿風 使用了這張卡之後呢 自己的回合會結束喔 可以將自己的手牌全部洗回去 然後抽到八張為止 當然就是回合結束比較傷一點 我們的第一張EX 血量高達330 造成對手的所有寶可夢身上附加的能量 一張成50點喔 脈衝發射器打220 自己也會受到30點的傷害 木宅狗 隱夢魔人 派帕 這次珠子的配角之一 然後他可以從牌庫拿一張物品卡 以及寶可夢道具各一張 給對手看過之後加手 詛咒娃娃EX 那這張詛咒娃EX呢 他的第一招無盡黑暗 對手下一個回合無法打出物品卡 然後是打30點的傷害 然後第二個是靈騷60成 查看對手的手牌 其中的訓練家卡一張乘以60喔 喔 神奇糖果 神奇糖果復刻了 這一次的新的神奇糖果 原野水母黑魯加 喔 蜜勒盾 YES 我們都有開到封面神獸欸 好棒喔 在自己的回合呢 可以使用一次 可以從自己的牌庫選擇兩張 電屬性的基礎寶可夢卡 然後放到備戰區 那麼蜜勒盾最多可以拉出兩張的 滅力癢 然後下一回合就可以開始回天能量了 非常的恐怖阿 然後他的技能呢 光子引爆打220 下一個回合呢無法使用這個招式 蜜勒盾EX 兩隻神獸我們都有開到 太棒了 迷莫殺 可以從七百堆選擇五張寶可夢卡 然後讓對手判過之後 放回牌庫重洗 然後再抽三張 奧教父 三合一雌怪 花葉地 一對數 沒有看到家屬 沒有說你不好啦 可是 好啦 害怕你也不是不行阿 我再陪你去拯救你的奧教父好不好 呆呆獸的AR 好可愛喔 這張呆呆獸 有時候看呆呆獸呆呆的樣子 真的是好有喜感 鐵壁槍蝦 花培培 一對數 帕奇麗姿 好可愛 這帕奇麗姿在蹭蹭臉頰欸 好可愛喔 終於有一家屬了 然後他的技能 啊可惜 沒有屬數而已 他的攻擊是家族攻擊 造成場上的一家屬的數量 一張乘70點 最多是四張嘛 所以最多可以達到280點的傷害 最後一張是我們的風速狗 ES 那麼這一張風速狗ES 他比較有趣的地方 是他上面有寫喔 只要這隻寶可夢在被戰區的話呢 就不會受到招式的傷害 那麼他的技能呢 是憤怒之爪打30加 增加這隻寶可夢身上的傷害指示物 成10點喔 因為像是之前的噴火龍Tapting 然後第二招紅蓮火焰打250 然後選擇兩個這隻寶可夢身上的火能量 然後丟棄 那麼這一次呢 我們就開到了這8張 紙版的神獸祕樂盾我們有開到 以及開到了3張其他ES 然後我們的AR卡呢 開到了3張 這兩張真的非常的可愛 那麼我們的SR卡呢 是開到了派帕 沒有說到不好啦 只不過就是一個男性角色 比較可惜一點點啦 好啦那麼今天的寶可夢卡牌開箱呢 就到這裡結束 感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那麼如果喜歡這種開箱的影片的話呢 可以點一下右下角的喜歡 訂閱還有小鈴鐺 我是傑克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大家 掰掰 如果喜歡本次的影片的話 別吝嗇你的喜歡 給我們一個鼓勵 訂閱之後 記得按下小鈴鐺 第一時間不會錯過最新的影片 我們下一部影片再見囉 掰掰